首先我想借用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这个会议实现沟通的原因 可能刚才主席先生介绍 我是农行的行长 我们董事长委托我今天来做这个演讲 我们董事长是向俊波先生 所以我受向俊波先生的委托 来今天做今天这样的演讲 女士们 先生们 非常高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 能够有机会与来自国内外监管机构 金融界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 一起交流讨论银行业发展的现状与未来 我今天演讲的主旨是 创新商业模式拓展农村金融的南海市场 大家知道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全球的金融危机 给银行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特别是在危机与反危机 衰退与反衰退的斗争中 市场中风险与机遇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 对银行业适应市场变化能力的考验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 变革银行业原有的运作规则的要求和愿望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在新的形式下认真研究市场结构的变迁 能够响应由此延伸的商业机会和社会责任 对于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认为对中国金融市场而言 意义最重大 影响最深远的变化 就是三农和现役市场的崛起 那么三农呢 就是农村农民和农业 这个是我们中国通常惯用的 对中国的农业农民和农村的一种习惯的说法 一方面经济增长的转变 必然带来三农和现役市场的新变化 扩大嫩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 无论是从投资需求 还是从消费需求来看 农村都是扩大嫩需的重点 在这个过程中 农村的有效金融需求会逐步释放出来 形成巨大的蓝海市场 比如我国现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15万 初步估算合作社的农户资金需求达到2000多亿 有关部门也测算过 未来十年嫩 我国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将需要1.5万亿 到2.5万亿 这些资金缺口中的大部分都需要银行来满足 另一方面 国家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 也有力地促进了现役经济的发展 从2003年到2008年 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 由2144亿元增加到5955亿元 增长177.7% 年均增长22.7% 今年这个数据将更达到创纪录的水平 总计达到7671亿元 近期国家出台的一系列 扩嫩需 保增长 调结构 保民生的经济政策 很多都与农村发展和农民增售有关 比如国务院出台扩大嫩需 十项措施中的大部分 都与三农直接或间接相关 涉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医疗卫生 文化教育 农业补贴 以及灾后重建等多个方面 另外正在进行的家电下乡 预计累计实现 产品销售六亿台 拉动消费达1.6万亿元 这些倾斜性的扶持政策 既会改善现役经济发展的软环境 更会改善三农领域 各类主体的财务健康状况 这位金融机构按照商业化原则 提供服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然农村金融总体上 还没有摆脱风险大 成本高 收益低的局面 信息不对称 难以达到规模经济 以及客户抗风险能力的问题 依然存在 近一段时间 金融危机又通过农民工就业 农产品价格和对外贸易等渠道 对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农村经济仍然是一个极带破解的难题 需要各方面 特别是金融机构付出巨大的努力 如何开发这样一个潜在机遇和现实风险都比较大的新兴市场 过去国内外农村金融的发展历程已经表明 把城市金融市场中业维形成的理念 规则方法等照搬到农村 是不能够完全成功的 因此最重要的就是要创新一套符合农村市场最需要的银行商业化的运作模式 这种商业化的运作模式要充分考虑三农和金融需求的特点 以寻求三农与商业运作的最佳结合点 而这种农村金融的新型商业模式至少应该做到三点 一是要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普惠性 传统的金融服务往往潜藏着对低端人群的排斥效应 新型的农村金融必须减少和避免这一问题 使三农客户能够取得必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要多策并局扩大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包括新设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流动服务 广泛利用电子渠道整 除此之外金融机构与农村的非金融机构进行合作 延伸服务触角也越来越为大家所重视 并在实践中产生了较好的效果 第二是要增强农村金融服务的便捷性 农村金融由于区域性的特点 在服务半径、服务手段和服务内容方面都存在着许多的困难 而要克服这些困难 就必须通过产品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和流程再造 提升农村金融办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特别是在最重要的信贷服务方面 使三农的客户、特别是农民能够信得来、带得到、带得快 第三是要保持农村金融发展的可持续性 这是新型农村金融模式能否成功的关键 从实践来看 金融机构要从内外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对内要设计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防止委托代理链条过长可能衍生的道德风险 对外要想方设法缩短与客户的距离 创新信息速记渠道 着力解决客户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当然完善农村的金融服务环境 政府给予金融机构相应的补贴和政策的优惠 也是必要的条件 中国农业银行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骨干和支柱 又是一家骨改不久的大型商业银行 近两年我们在服务三农方面做了一些探索 比如我们开展了面向三农的金融服务试点 在试点中形成了一套新时期农村金融服务的制度和办法 运行规则和业务流程 我们面向全国两亿多的农户推出了汇农卡产品 有效地增加了小额信贷投放 并力争在五年内满足一半以上农户的有效金融需求 特别是有效的信贷需求 我们稳步实施三农和县域事业部改革 在不远的将来会把全国2003个县 2048个农行的县制行纳入到事业部管理 期待使用这种先进的组织管理模式 来破解大型银行服务三农的难题 经过不到两年的努力 农业银行初步探索出了一条服务到位 风险可控 发展可持续的服务三农的新路子 为建设大型商业银行服务三农的新模式 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金融服务不应该只是富裕人群的奢侈品 而应该是所有人都能享有的金融基本权利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 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 使更多的人 特别是三农和现役的客户 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 既是责任也是机遇 农业银行期待学习和借鉴同业的成功经验 更愿意加强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和合作 为促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而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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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